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不其然 团灭了吧 这里作者安排了一个贪生怕死的父亲丢下妻女 独自逃生的情节其实也不是随便凑出来的 这个胆小的父亲在游戏里头是有出现的 不过因为拒绝和Jill一起逃亡 最后还是死了 我们的女主角Jill正准备离开丧失横行的Rockin City 他遇到的昔日同样是Stars小队的战友波拉德 不过很快波拉德就领了盒饭 两人在警局大门前受到了狙击者的袭击 波拉德惨死之后 只有以打带跑的战术一时将狙击者击退 进入了警察局整理武器和弹药 画面来到卡洛斯 在小队全灭后他活了下来 在一处下水道空间里 找到了安布列拉公司的一个生化实验室 眼前奇形怪众的生化兵器 让他知道了事件的真相 暴怒地开枪破坏眼前看得到的一切 还看到了一份有关于G病毒的文件 这时带着G病毒的威廉出现了 卡洛斯千军一法之际 一个暴君破墙而入 为了夺走G病毒而和威廉站了起来 两个巨兽对战之际 卡洛斯趁机逃走 不到一会功夫 暴君便拘于下风 被拥有G病毒的威廉击杀 T和G的对决 在当年的游戏里头并没有出现 却是玩家普遍想见识的场面 这个梦幻对决算是一个高潮点了 而在警察局内的G 试图利用无线电向外求援 但是却失败了 以上就是漫画繁体中文版第一集的内容 我整理一下 作者追加了以下三点原创剧情 一 阿姆雷拉公司的BOSS十分想得到G病毒 于是派出暴君和狙击者等生化兵器前往Racken City 二 狙击者的制作者马卡夫博士认为 狙击者可以越战越强 只要和拥有G病毒的威廉不停的战斗 狙击者最后能够进化成完美的生化兵器 三 狙击者是人类被植入寄生体后形成 是一种和宿主共生的生化兵器 Gil在补充火力之后 在一家酒吧出遇卡洛斯 两人临时搭档下 合力又一次击退了G疾者 虽然卡洛斯英勇演出 但Gil并没有留微信给他 反而骂卡洛斯为阿姆雷拉效命一定不是好东西 接下来作者用了不少的篇幅 描述了Gil在城里各种冒险的过程 都是对游戏内容的重现 他来到了一个电车站 遇到了卡洛斯和另外两个雇佣兵 米克鲁和列格拉 一行人决定搭乘电车离开 但因为需要各种零件来发动电车 而又分开行动 镜头先到卡洛斯 他在一处下水道 遇到了被巨鳄追捕的雪莉 但镜头鳄鱼不论在哪个平台 还是主题上面都是一个样 立马就被剧情给杀了 这里的雪莉很勇敢 完全不是重置版里那个 楚楚可怜畏畏缩缩 会想让大叔我带回家疼爱的样子 他告诉卡洛斯 自己的爸爸就是威廉 在安栋好雪莉之后的卡洛斯回到城内 剧情又开始致敬游戏内的各个场景 比方说加油站的大爆炸 取得电车必须的混合机油和保险室等等 还有一个Gear因为衣服破掉 必须更衣的游戏彩蛋 电车即将发动 卡洛斯原本想带走雪莉 但因为雪莉中毒 只好交给利昂照顾 而雇佣兵列格拉用无线电 要只有等三人先行离开 于是电车发动了 不过很快狙击者便跳了上来 雇佣兵米克鲁牺牲了自己 炸飞了一部分的电车和狙击者 但真正让狙击者停下追杀Gear的 是拥有狙病毒的威廉 在远端观看Lakon City战况的Boss 下令狙击者击杀这送上门来的威廉 但威廉仍有自我意识 而且反过来想夺走狙击者身上的寄生体 两大怪物战况激烈 本来狙击者的力量更胜一筹 但因为马卡夫希望狙病毒给予狙击者更多的打击 以促使他进化漏了个破绽 结果让威廉一击打中头部 造成狙击者恢复了少许先前的记忆 威廉此时进入第二形态 就像发动戒王拳一样 战斗力飙升海扁的狙击者 九死一生的狙击者 回想起自己被做生化实验时 亲眼看着契鹅被灵略致死的痛苦回忆 力量又一次提升 反手又把G2形态下的威廉打趴了下来 无法控制自己暴走 一个是受了伤就变得更强 一个是想起痛苦的过去就升级 看来这是赛亚人对上圣斗事啊 镜头来到G2这里 电车撞毁后 他来到一处教堂 根据情报 只要敲响钟声 就会有直升机来接走G2等人 再来又是一连串的解谜过程 拘离目标只剩最后一步时 狙击者又出现了 并执行阿莫列拉公司下达的指令 杀光STARS G2依然利用速度和地形 一时阻止了这头怪物 趁机让教堂的大钟响起 救援的直升机真的出现了 但马上被狙击者用火箭炮轰了下来 卡罗斯这时出现 又一次和G2联手击败了狙击者 G2此战中中了病毒 而狙击者也因为重伤不死而进入了第二形态 脱了衣服就是第二形态 那我每天也有第二形态 而拥有G病毒的威廉则在Rakon City的另外一处 和Leon及Ada发生战斗 也同样受到了重创 然后进入了第三形态 卡罗斯把G2送进教堂安置之后 前往医院找寻血清想解除G2的危机 在医院 卡罗斯撞见了梅格拉 认清了他是两面卧底 同时为阿姆列拉公司和美国政府工作 差点被灭口之际 Leon出现救了卡罗斯 但列格拉也不是省得的灯 逃跑之际留下的定时炸弹 炸毁了整座医院 这一炸不但让卡罗斯和Leon各分东西 能解除病毒的唯一疫苗还在Leon手上 难道等待着卡罗斯救援的G2就只能等死了吗 在教堂沉睡的G2竟然梦到自己重回一代的洋馆中 并重新经历当时发生了一切 各种恐怖的冥场面又一次次的出现 不妙的是第三形态的威廉找到了沉睡中的G2 并把G病毒植入已经中了T病毒的G2体内 为了让G2有充分的时间异变 威廉把追杀而来的狙击者引到坟场 展开了惊天决战 双方战斗之际 Ambuleta的Boss也亲临现场独战 混战中第二形态的狙击者 痛极了第三形态的威廉 几乎把他打成碎片 还扯下了Boss的直升机 杀死了把自己变成怪物的马卡夫博士 Boss却毫无畏惧地拿两个巨兽的妻子儿女 当条件威胁他们趁机逃离的现场 留下G4形态的威廉和狙击者拼出生死 Boss思虑周详 他发出无线电联络卡洛斯 你们还是想要求你们吃的 10分钟一台够100号的扣棒 你们会等你 并给了他一组无线弹药的格林机枪 和G病毒追踪雷达去杀死威廉 这里也算是这游戏里头 有时间限制的小游戏还有无线道具的一个弹药的致敬 但这个时候 G4形态下的威廉还在坟场和狙击者决战 G4的力量占了山峰 不过随后五位暴君赶到现场 目标一样是夺取G病毒的情况下 狙击者和五位暴君合作重击的G4的威廉 威廉选择了自暴 最后一块残骸流进了下水道 而Leon拿着疫苗 但仍然来不及救回A打 他赶上了克雷亚已经启动的逃生用火车 本以为可以安全逃离Ruffin City 但不料 进入G5形态的威廉出现在车尾 索性拥有无线弹药的卡洛斯赶到了 一阵疯狂火力输出之后 暂时消灭了G5 Leon也把没有用上的疫苗交给了卡洛斯 卡洛斯赶回教堂救回了GIR 但此时白宫已经决定毁灭Ruffin City 我看这个事情如果解决不了 就给他丢核袋试试试试看 导弹进入倒数阶段 两人只剩下不到半天的时间可以逃离了 在半路上又遇到了GD者 GIR用梦中取回的城市 配出了可以克制T病毒的药物 有效的牵制了GD者 卡洛斯又一次牺牲和怪物一起跳下山崖 感动了GIR 当然了主角跳来都是不会死的 再次会合后 两人的感情再次互相有了确认的关系 不过这里我是不太喜欢 游戏里GIR跟卡洛斯比较像姐弟 要是GIR这个时候表现出 你想追我还早十年 这种类似姐姐拒绝的一个弟弟 但是又没说死的这种说法的话 可能在情节上会更符合援助 他和克里斯之间的感情 还有能够更加的掉玩家的胃口 而一样罪癌没死的GD者 也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记忆 他本来是一个热爱拳击的男人 但是被敬爱的师父要求打假拳 他拒绝了 结果被师父和黑道陷害入狱 之后又被阿姆勒拉买下制作生化实验 GIR惨死在眼前 自己变成了怪物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痛苦不已的他只好再次寻找发泄的对象 这时GIR震撼列格拉在一个厂房对峙时 突然出现了GD者杀死了列格拉 GIR又一次且战且逃 最后利用强酸和垃圾处理机关 把GD者扔进了地里 GIR赶往直升机待命区和卡洛斯会合 此时进入地山形态的狙击者出现了 但他不再死命追杀GIR 反而把脑袋送到的光束炮前面想得到解脱 GIR感受到这份悲哀 便成全了狙击者 漫画的最后 GIR和卡洛斯搭乘了直升机逃离了Roken City Roken City也在飞弹攻击下化为焦土 这是本部作品的结局 但我们恶灵狗宝的粉丝们都知道 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这是一部1999年连载的作品 一方已是20年前的往事 如今独来一样能让我热血而不已 本作作者对游戏高度的致敬和高分的脑补 在那个恶灵狗宝被不少同仁画家恶搞的世代 本作可以说是我唯一推荐的好作品 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进到这边 这是我第一次自作故事解说的节目 反映如果好的话 下一步上传的速度可能就会快一点 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爱你们哟 asteroids 掉了 转 点 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